回收旧推车在简单装饰 摇身一变成了志工回收竹筒的好帮手 就设计特别一点 可能比较容易引起人家的注意 再来担心说 如果说竹筒的钱很多会很重 如果有志工来拿会比较薪 麻婆慈禧志工为了募集晋司堂建设基金 从年初开始走入人群宣导竹筒 与店家约定每三个月回收一次 至今累计43个厂次 动员进500位志工 竹筒回收已达641只 即使信仰不同 这位钟表行的老板 也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我是信耶稣的 我的能力我可以做 这样做什么我就帮 因为这个是好的东西嘛 晒面工具 蓝天白云的身影将继续出现在人群中 让爱的力量汇聚 大约新闻 杨春彦 徐伟平 苏星仪 马来西亚报道